我們回到第二節 又過了一個星期 所以我們的樣子是否一樣 完全是一模一樣 我先說一下 剛剛不是說那個人嗎 糟了 也不是剛剛 你嫁了整個星期 那個人忘了叫什麼名字 這個怨氣持續多一個星期 剛剛在外面 剛剛在外面 其實我很想叫她進來 是 但是因為你和其他工作人員 按住 按住了阿奈奈奈 但其實我很想給觀眾看看 這些人的真面目 下一個節目可以看一看她的樣子 大家看到 這樣才好看 當面問她為何說我不漂亮 但大家看看她有多漂亮 其實下一個節目也看到她的樣子 不知道 我今天很燥底 今天你又很燥底 發生什麼事 昨天發生很大件事 我下次再告訴你 這個真的要off mic說 這個不關節目事 但真的很燥底 這個要off mic說 剛剛發生的 剛剛下午也發生了 所以你辣得你很生氣 你這個人很麻辣 原因是否… 所以上了麻辣天后宮 是否原因就是上了台灣的麻辣天后宮 其實一波三折 不見護照片 你先說一次 其實我有留意你的Facebook 但我最近看不到抽筋 話說八月的時候 我收到一個微博的私訊訊息 她說她是一個台灣製作單位 想找我上節目做嘉賓 然後她問我的聯絡窗口在哪裡 聯絡窗口 即是代表你Model Agents 或者你經理人公司 即是找到你這個人的公司是甚麼 聯絡窗口 那天我在拍三週的 幫你手 幫我手 幫我姐姐手 我沒有空去回覆她 那時候我還要和… 八月了 已經是這麼久以前 對呀 還要和你姐姐說 哎呀 那個節目找我 那不是真的嗎 然後呢 差不多近乎拍完的時候 就電話響了 就真的是我台灣 三年前的經理人打來 我沒有打來吹水 等一下 我怎樣 然後我跟我說 李亞美小姐 剛剛我們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說 有一個製作單位 要去上節目當來賓 你要不要 然後我哪一個節目啊 我說我知道啊 就是我看到那個微博訊息啊 然後剛剛有留言跟我說 已經找到你們了 就是說找到EMS的Conny 我以為最很奇怪 因為我們的經理人公司那裡 還沒有把我的個人資料 剩下 所以呢 我還在他們的藝人部裡面 按上Naomi 繼續在他們的藝人部上面 我還在藝人部裡面 是的 我還在藝人部裡面 我們打電話給我們經理人 但我的經理人已經去了 PR老部了 已經不是管理人 已經轉了 不是管理人 已經過了去我們同一間公司的另外一處 他說你真的很幸運 不跟我說 他說那天他平常去公司做了PR之後 他說那天回去公司 突然間有個女兒 就是新同事 但站在身上說 Naomi 誰是Naomi啊 我們公司 有人叫Naomi嗎 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日本模特兒 有Akimi Akimi走了 Hitsomi 還有很多 但他們就想來想去 都不知道哪個是Naomi 因為我已經離開那間公司三年了 他新入職兩個月的同事 他沒可能認識你 然後我的經理人就問他 你叫什麼 你叫Naomi 有人有抄襲這個 我問E2人叫Naomi 然後我以前的經理人就馬上看電話 我跟他說 說完之後 他說好 我找到Naomi 他會盡快回覆你 因為他人在香港 他就打給我 然後他告訴我 有製作單位找我 我問他哪個製作單位 就是細矮的節目不上 我不是全 我覺得 我要出機票 上一些沒有人看的節目 或者這個題目不吸引 所以幹嘛 就是浪費時間浪費錢 即是他說得明是 只有通告費 機票你自己出 通告費是OK的 OK可以包 阿佛讀 然後我經理人跟我說 你要收多少錢 然後我說不行了 那是 那個藝人價錢 他可能把你當素人通告 即他們以為 素人通告 對 可能是小毛 我說不夠錢 那他當初在哪裡 刮你出來呢 就是微博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大概三年前 我上過他 他是另一個節目的製作人 我上過他節目裡爆肚 我曾經很爆肚 他很記得我這個女生 在我解約回香港之前 他跟我舊經理人公司說 不如轉我做固定班底 他們的節目 但因為我當時要解約 就沒有再跟這個製作單位合作 而三年後 他說剛好在微博 不知道在哪個明星裡 卡到我這條粉皮 然後他就想起 這個女生說話很瘋 香港人 最近不如找他上來 找這個女生 也挺記得 但他因為什麼題目而找你呢 雙體和卸妝 OK 你之前是因為看過雙體和卸妝 所以令他印象很深刻 不是 他還有一個是說 十見女生覺得很尷尬 和害羞的事 十見男生不知道女生的事 嗯 那個節目的主持是誰 黎青 是不是 那個 雙性人 是 辯性 我不再評論 我不是去 我沒有資格去說 是 但他就說自己想成人 其實我去了 我聽到麻辣天有公五個字 我是很想去 因為他的收視率是很高的 這是大排的綜藝節目 然後 我去了錄影 你想我說錄影的經過 還是想說錄影完 我經理人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見了護照 你一堂三折 我剛才搞定了 總之要去的 即是你幾號錄影 你先講個時間線 看看你有多麼坎坷 9月9號下午 9月9號下午去 要到錄影廠 要到錄影廠 那我就 9月7號的機票 我自己買的 然後 那我做兩天玩 即是9月7號 9月8號 還是9月9號才飛 不是 9月7號飛 可以玩 9月9號才工作 我們有兩天可以 即是早點飛去兩天 早到台灣兩天 就跟朋友玩一下 打算這樣 而且沒那麼急 那事情就發生了 9月7號 不見了我的護照 那我的護照 就跟我的台證 在一起 因為我長期飛到台灣 我有一本台證 即是 我不用 不知道 不知道 就只剩一本台證 即是我覺得 如果一本台證都不見了 我就沒那麼生氣 OK 你明白嗎 你現在兩份東西 夾在一起 是夾著的 這樣夾著 那當你拿回去的衣服 不見了一份 那你會不會很生氣 我寧願兩份都不見 你不見了 你不見一份 有一份在 即是代表有人動過我的東西 那我其實打一定是沒有人承認的 這些 這樣的時候 爆炸性的時候 我打電話進入警署 問他怎樣可以幫到我 我打電話給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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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午不見了護照 他晚上十二點多的機場 要去美國 都可以六點前出發 我快要把護照給他 他有工作證明我 其實我就很急 我們現在叫旅遊小貼士 打電話給經理人 跟他說這件事 我們跟周祖德偉說 我忘記護照片 很糟糕 兩天後就錄影 但是叫他們有心理準備 我未必去不了 即是我覺得 我是一個 留定底線 是一個承信的人 不是真的我不想去 機票 然後機票已經作廢了 因為我沒有上機 這麼糟糕 機票是不能改的 那也虧了 虧了一陣 對 我自己虧了 算了 那我自己是個室 該死 買教訓是要花錢的 那這件事不要緊 到了入境處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有點不開心的 那入境處的主任是很… 不留理貌 對啦 對著你的人都經常沒有理貌 我跟他說了 我說這件事 他跟我說 你憑什麼想做我節目 你憑什麼想做我節目 我會嘴巴 我跟他說有人請就能去 他有什麼身份 他有嘉賓 你憑什麼做嘉賓 你管我 我心想你不認識我 我不對別人不認識我 製作單位認識就行了 是 你也瘋了 我覺得他真的傻傻的 然後我跟他 那我說 很激動 他說我撒謊 那我問他說 叫我找台灣的人 出一封fax 給他 要fax number 他fax他入境處 還不可以有email 不接受email 我都覺得 ok 你是不是太囂張了 沒有 我只是跟他說 很有禮貌 我說其實我是趕著他做的 可不可以幫到我 然後 但有些話不能說 那中間可能 有些話不能說 我想知道 然後我哭 我入境處 我覺得他很刁難我 而且他說話實在太沒禮貌 太苛刻了 因為我就用國語 跟經理公司那邊聯絡 那些台灣的人 就剛好聽到 有個女人是嫁住在台灣 他告訴我 他就是台灣人 跟他說 小姐你是 呼召不見的嗎 是不是在那個 你是台灣人嗎 是不是呼召不見 不能回家 嗯 你需要什麼幫忙 其實就是在 在香港地方 香港 香港 我媽媽會講廣東話 要不要她幫你去跟那個 入境處的人去介入 幫你講 因為看書 他怕你不會說 對 他以為我不會說廣東話 因為我聽到我講國語 然後他聽到我的言語是台灣的 我很好 我對母子 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跟他講了一句 然後男生就說了一句話 蛤 你要殺馬拉丁要說我 怪不得你要哭了 這麼紅的節目不上去 很遺憾 我對 真的 我對他說 我等了很多年 因為 因為 事實上說我經理人的那段說話 因為現在說了沒有意思 那我覺得 我一個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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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節目 找我去做嘉賓 我上不到 是一個演藝事業上的遺憾 對我來說 我真的很痛心 不見了護照 我而覺得入境處 完全幫不到我 還在那裡爛言爛語 然後問我是不是Lemo 我問他怎樣為之Lemo 然後他跟我說Lemo 我們是經理公司 你坐在那裡有資產的世界 我說你懂得救到別人 你不用經理人 這麼簡單 我是不是經理人 然後他跟我說在那裡吵 那我覺得算了 你這些 根本沒得吵 他講些話不正常 他跟我說 為什麼錄影的地點 和那間製作公司的地點不一樣 然後我跟他說製作公司 我說 那你電影公司是尖沙咀 你這樣拍片不能在街上拍的 他說為什麼地點不一樣 我怎麼跟他解釋 你入境處上班 當然是入境處的 但製作公司那些人的辦公室 是製作部的 你錄影也是錄影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有什麼問題 我不明白 他說這個是假的 他說我發訊過那封信 不是公司信 即是已經發訊過來了 是的 那邊已經幫了 電視台是電視台製作單位幫忙 我覺得很好 他連那個也不相信 是的 他不相信 人家已經說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電話給他們製作單位 他們很願意去撤合這件事 然後他說為什麼人家沒有公司 那幾個字我都會打 他說有張卡片在上面 那怎麼辦 只是卡片而已 我可以有同一編號 其實你打電話給台灣政府 可以查到同一編號 因為這間公司 還有給這個電話登記 還有別人通過電話號碼 這些全部都可以查到的 他們不做 然後再說我撒謊 他說如果是一封真的信 要有概章和簽名 還有那張信紙 如果我的公司不是大公司 那沒有信紙 那怎麼辦 我明白 你說什麼 沒有浮水印 很搞笑 然後我就再打電話 在我經理人那邊 再用微博 微博的力量真的很大 因為我直接沒有製作單位電話 因為他透過經理人找我 那我用微博去跟那個 製作單位的工作人員聯絡 希望他們可以幫到我 他們很快回到我 但他們就說 因為老闆不在 蓋章就在老闆那裡 那要等老闆回到公司 我拿到蓋章吸進去 封信就在了 還有要等老闆簽名 那那裡擾讓了多久呢 擾讓到六點 五點 差不多收了 四點多 那你是當日飛的 I suppose 不是 我怎樣就拿回護照 我還要再買機票 然後他問我什麼時候飛 我九月九月兩點半 他就最後 因為我其實 我自己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說吧 妨礙司法公正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是認識到入境處的人 那我就打了這些電話 我說我被人留難 就是找一些人幫忙 找一些相關人士協助 好 之後呢 那些態度是極好 那我就跟我說 譬如我等到五點鐘 一定會收到封信 如果收到封信 我們明天再幫你 一定會把護照 那我九月九號 早上八點半 一定會把護照給你 那結束後 我真的很開心 就收到封信 收到封信 五點前 四點五十八分 收到封信 好感動 然後其實入境處都收了 我弄到五點三才離開 然後就簽了一些東西 就要交我寫封信 給入境處處長 怎樣怎樣 那麼複雜 對,很複雜 然後 明天九月九號 一定可以拿到 九月九號 就買了十一點零五分的飛機 那我應該就是十點尿道機場 那八點半就入境處排隊 那我打算拿護照 因為其實不會有很多人和你爭 那些人通常拿醜去登記 要拿護照 不會是拿護照的東西 通常下午才會拿 怎知道我去到櫃台的時候 那個人很爆 然後她跟我說 小姐今天是九月八號 你的護照是九月九號才有 我們找過了 沒有你踢了你拿過 今天是九月九號 我很大聲地跟她說 然後她跟我說 不是 今天是九月八號 然後她在櫃台旁邊說 喂不是 今天真的是九月九號 我問這樣怎樣 現在 然後她跟我說 沒有護照 我說十一點零五分機 我把機票在這裡 我已經很激動了 不是吧 我只剩一個多小時 你又玩東西 你真的很奇異 然後我已經殺了她 然後我已經很大聲 整個入境處已經看著我 因為我不這樣 他們不會有壓力 他們不會覺得自己有心 叫你的主任出來 因為她答應我八點半鐘 這張紙就是證據 你說都明白八點半鐘 可以拿的 這張紙 我說可以告死她 是 因為道理在我 我說是不是入境處 賠回機票給我 是不是賠回節目機會給我 是不是 然後她們就叫我稍等 叫我冷靜 我跟她說 我上不了飛機 我怎樣冷靜 你問我怎樣冷靜 好像一個入境處 就是點了 對 我前天在那裡哭了六個小時 我要吃魚纏 我今天哭了六個小時 我要坐頭膽 我今天哭了六個小時 是前天 今天來跟我玩東西 還要只剩一個小時 其實你是脫裸 就要馬上去飛機場 對 我完全覺得她在玩東西 終於她立刻做一個給我 然後9點20分 就給我一個護照 用過35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你明明可以 用35分鐘的時間 做到護照 為什麼你前天不做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所以我有時想起 當年有人放火才進入境處 是不無道理 其實 其實 無辜就算了 但是香港的效率是很低的 我覺得如果沒有有力的人士 幫忙 可能拿不到 是嗎 我覺得 那就算了 總之我其實最後飛到 因為我馬上轉飛機場 因為我可以先進入 她知道我上班 馬上去彎仔便飛進去 其實拖了行李箱 拿了行李箱 然後就飛了 整件事很貧能 我拿著行李箱 那些人要讓我瘋 我還要捲著髮卷 因為我怕上節目的執音會很難捲 捲著髮卷 然後我去 然後我不管那些人怎麼看我 捲著髮卷 是頭 照捲 花糟婆 然後下機 又遲到 班機 又延遲了幾個字 所以我去到台灣 其實本來是剛剛好 但我都遲了15分鐘左右 幸好製作單位 做了通告給我 就不會遲太多 然後我在 因為我要去做卸妝單元 第一個單元之後 第二個單元我就要錄卸妝 我要代表香港女生去跟其他台灣女人 你是一個香港女生 唯一一個 代表香港女藝人去PK台灣女藝人卸妝 那我一定不可以丟你們香港女生假 對不對 畢竟背著香港的名字 那我就敷著的士 我敷著的士 我助手就在電視台門口等我 對 很開心 我幫到手 有少許助手 對 現在的節目見到街了嗎 沒有 沒有 那就會 我覺得我 這次去很開心 因為第一集的嘉賓 除了一個男主持 是我認識他的之外 本身認識的 其他人都不認識的 我以為李青仔會很兇 因為聽人家說 他其實都 其實都 即是說話都很 但李青仔會很照顧 結束了 她又特地過來跟我說 Naomi 加油 以後多生了 我們節目 我覺得是很一種鼓舞 嗯 但方式完全跟香港 你剛剛玩完 當然不同 我就告訴你第二集 發生什麼事 第一集沒說 第二集才害怕 第二集有一點甜甜 本身是我的朋友仔 第二集你是一六六兩集的 對 即是在天后宮那裡玩了兩次 對 不同單元 寫妝單元 有小甜甜 本身認識小甜甜 本身有見過她寫妝 小甜甜是阿珊說 你有帶她去阿珊之外 對 我記得 是朋友 小甜甜說 你本身不知人家很好笑 我本身是同樂壞 我說是 你怎麼來到 我說幸運 Touchwood 然後有棒棒糖 阿本 阿本現在做了阿本哥哥 做兒童節目 阿本真的是我送美某面的 但我以前的男朋友也認識她 嗯 然後 我沒有想過她跟小甜甜 唱衰我 在節目中 說了我的前男人是誰 我覺得實在太刺激了 是嗎 即場吧 好好笑 在節目 說說說話 突然他們說 原來我幫你們 她是怎樣踢下去 你看就知道 為何要告訴你 那你看就知道 那你看就知道 那我的粉絲就要看 早一點 我預告了 會被人爆我前男友是誰 這個是 我覺得最好玩的 整件事是 真的瘋了 但那一招就是 說你最尷尬 和女生最尷尬的事 不不不不 沒有上那個 有得給我選的單元 我選了卸妝 但卸妝的單元 無力頭爆響後 就變成了 對呀 整件事是 那一刻的反應是 不要玩到這麼大 喂 瘋了嗎 你都說出來 那些 然後小甜甜說 不要緊要我講 那一刻的反應是 不要玩到這麼大 喂 瘋了 喂 瘋了嗎 你們 我心事跟你說 你都說出來 即是那件事 即是台灣人 是做節目 就可以開放一些 對呀 他們在那裡爆發 我喜歡瘋了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 但這件事 對 我都知道 挺搞笑的 即是他們會在那裡說 我會覺得幾不同 因為我沒有預兆被人爆料 那你譬如說 做節目 我們可能初期都會有差不多的雷同 即是說一下 永遠都會說來 一定要好像很困緊的主題 即是不能說其他東西 即是他們不是亂說 反而我覺得是亂說 對 反而是亂說 他們就說了我男朋友是誰 反而是開心點 我覺得應該會出街 那段應該會出街 因為都挺好笑 他們兩個唱衰王那裡是我 即是他們兩個也是主持還是嘉賓 他們兩個是嘉賓 他們兩個在那裡玩東西 即是我是 即是你看到我是 無法停止那個人 在停止那個人說話 即是這個人馬上爆料 然後推我的耳機 不讓我說話 即是挺好笑的 我覺得那個感覺 或者是互疾 真的會互數對方 超理好靈 你老得爆 好心理 出了十幾年 還在那裡卸妝 即是可能真的可以這樣說話 即是製作單位有跟他們說 待會那些人會很麻辣地攻擊你們的樣子 你們記得 不用留情 少回那些男生 可以親自一下 有多少個嘉賓去看 或者你是 請了幾個大學生 和幾個男明星 做他們的現場觀眾 他們覺得這五個女明星會怎樣 即是他們做評審 對 主持人就會去問他們 那你就是其中一位參與的嘉賓 就是做卸妝 卸妝 卸妝你就一位 其他有幾位台妹 四位 五位 即是加上你五個 那又是PK賽 就是看誰是最 落差最大 是大家的票選 即是妝前妝後 你什麼獎品呢 以前呢 會有一組 會有一組化妝 但我們今集沒有 今集純粹是玩 但今集可以的 即是選擇我們那些男生 其中一個是拍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迪女孩的其中一個 男配角 很出的男配角 他都有上來 即是我覺得 這集應該挺好看的 還有 你什麼時候播放呢 你宣傳一下 不知道啊 還不會告訴你 不知道的 他們差不多播放才會跟我經理人公司說 那時候 我錄完四個禮拜才跟我說 過旅日報 不知道的 即是台灣那些是這樣的 即是她的編排是不同的 他們會跟你公司說的 我會知道 我有問公司的 因為太多人問我 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不要再問我了 女王交道什麼時候播放 我也不知道 女王交道就是今天 不是的 我那一集不是今天 還不是今天 播放了 那天上到他們說播放 之前說還沒播 我問他們說還沒播 星期六 不知道是上星期 上星期 不知道 那天就說播放了 我不會知道 因為我做事 我不會去問 雜誌什麼時候播放 我夠問你 你姐姐什麼時候 幫我出三周 你應該問我姐 她也回答不到我 十多號 這樣 她永遠都不記得 現在是十多號 都還沒出 我不記得 我不會買一本三周 我不會自己 這些事情 做了事情就算了 即是我不會繼續 但會不會再過去 做完兩次之後 十月會再過去 有朋友結婚 十月尾自己會去旅行 經理人就跟他們說 媽媽可能會來 她會不會再安排 都希望可以 有沒有考慮 又回去做 經理人已經問了這個問題 那天錄影到十點鐘 我們去一個 我們找了很多地方 吃飯都找不到 最終找到一間 我很喜歡吃的麵攤 都出名 我經理人 是差不多說到我要哭 他說 你記不記得第一天 說到她哭 還是你哭 我們兩個都很想哭 因為我跟她一起住 當年 我剛好來到台灣 的時候 是她抽我的 我就跟她說 這間麵攤 是我很喜歡吃的 不如我帶她去吃 那 那時候我記得是AA 第一次吃 這次我請了 這個是經理人 對 他就跟我說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你下機第一頓飯 跟我認識的 在哪裡 我真的不記得 大哥跟你一起住 每天都跟你認識 是 他說在這裡 然後他說 三年前你下來 你拿著行李 你什麼都沒有 他說他很記得 我們去過麻辣天后宮 是 那時候跟著Akimi去麻辣天后宮 跟製作單位說 希望有機會找我上節目 就是我是不樂 Akimi上了三次 我去足三次 就是希望 她有給我機會 我上麻辣天后宮 但是她沒有 嗯 就是他們聽到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不會講過語 怎麼來台灣節目 他們不會講過語 他們不會講過語 所以會這樣去標籤我們香港人 很沮喪 除非每次找到我上節目的節目 都一定是因為我 在後台吹水 吹得很厲害 被人聽過 我女兒這樣說話 她叫上我們節目 才發現我懂得講國語 因為我只要跟別人說 公司說他們是香港人 他們就會標籤不讓我們上節目 因為香港人的國語太差 而且聽不明白主持人問什麼 或者他們不喜歡香港人上節目 因為都是用了一些官腔 對 就去標籤我上節目 然後我經理人說 我真的沒有想過 在三年後 你會是別人主動來找你上節目 而價錢是三級條 再加上那個level 是不會覺得 即是當時找我上數人通告 就說我是什麼知名部落客 很多人看我上節目 或者說我是小毛 即是等於小毛的意思 對 今次的價錢 是藝人的價錢 也是很避免 很多事情都很好 他們會打長途來 我來不了台灣對稿 他們打長途來對稿 不要緊 我們電視台給這個錢 我說不要緊 我們打給你 我香港打給你台灣便宜一點 他說不要緊 我們電視台去做 我覺得製作單位很尊重 我很感謝他們給香港人機會機會 我也希望多些香港人可以 在台灣發展 因為一個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Powler成怎樣 你那餐兩個就是相擁而哭 他告訴我 今天這餐 我們上次是吃兩碗麵 但是沒有錢 吃兩碗麵 可能我們賣單是 一塊兩塊台幣 但我們那天吃了一千多元台幣 一千多元台幣 即是我們吃點的菜 是整張台幣都敷了 跟我們當年的兩碗麵的感覺 相差很遠 是 那個感覺是他說 他當時照顧我 會覺得 帶著我去求人的感覺很辛苦 很不開心 和這個感覺很不一樣 即是我來到 不是一個 甲月餅上節目 不是一個二打六 即是不會覺得自己是二打六 我覺得娛樂圈很現實 但我很開心 製作單位可以在微博上 隨便按到我的微博 找我上節目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是存回的 因為三年前上他們的節目都亂說 坐一會 有印象先 是 你說話有沒有問題 或者這個人 即是你當年 約三年前的表現 被人記得 今天再找你上去 那種感覺是很不一樣 但有沒有計劃 現在開始有點微目 我又不會去計劃太多 即是以前 覺得自己很厲害 去台灣發展 算了 你們全部都留在香港 那時候 人家在香港變紅了 那 無異到我來說很大大極 但我現在會覺得 隨意 有人找我還沒做 即是有就去吧 是 但不會再簽了 簽不簽嗎 不用簽 我跟他談過 我不會簽回以前的公司 這樣就變成 可能自己個人 自己去幫忙做 因為 始終有革命感情 大家一起住 我們那時候家屋有老鼠 即是兩個女孩子 就有很多經歷 可能她 曾經有一段時間欠人錢 但我就要用我的方法 如何拘捕那些錢回來 是 嘩 很恐怖 其實是很慘 其實我在台灣很慘 但我很少跟別人說 但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很久在台灣上節目 你認識很多人 你那些人真的想認識你嗎 你不是一個美女 你不是一個香港女生 你不是一個個人自處 誰有這麼多人想認識你 即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我來吵回來 我沒有任何 即是我沒有那些經理人公司 對於幾百萬去捧 但 我仍然能夠生存 就很感謝家人給我 是 是 很感謝 我覺得很感謝製作單位 給我一個很好的經驗 空間 真的 真的 要感謝這些 我覺得不是一個 這兩集 給點心機 做好了 我不是靠空 我沒有老空 不用龍空 我沒有在節目上老空 我竟然可以上到節目 我覺得很厲害 OK 那下次你再上女王嫁到 可以再說一次嗎 沒有 我沒有說 不用龍 因為原來可以 不龍也行 沒有 沒有 可能對著Anna會比較修煉 就知道這個節目不能玩 即是會 開始會修煉 但Anna是真的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她的EQ很好 而且 如果一個這麼討人真的嘉賓 我下次不會請上來 但很感謝她給我再上一次 是嗎 是呀 我很感謝她 那好像有點爆點 是好事來的 太爆了 你看剛才忍不住罵人 是呀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我根本是一個這樣的女生 我沒有必要在鏡頭面前裝鞋 特別是我們的節目 我又不是橫行的 我裝什麼鞋 是嗎 是嗎 不是說真的 我什麼紳士蘿蔔皮 裝了東西 沒有必要 即是我覺得 嗯 可能對人有禮貌 跟我隨便說 即是我覺得 不要裝傾 是呀 是不是 不是啦 即是我覺得 即是我覺得 台灣各個整容都認 是 我明明香港都不認 一看就認 一看就知道 即是我覺得 其實 接下來 希望你的發展再 更上一層樓 我又不會特別去想 但我希望會順利 那現在可能 有些微目好事的 可能現在形象不是很好 那 有些什麼形象不好呢 就是你會爆髒罵 對 其實現在有一些工作是接合中的 變成他們就很擔心我會不會亂說 我也擔心你 你會不會走啊 你會不會走啊 你不做啊 可能背一個brand在我身上 那些人會覺得 喂 如果你得罪了其他人 那這個brand很大件事 所以我也很關心 但我也跟他們說 都不均如隔 然後就不見奶粉 不找他拍 奶粉更加要認證好 即是媽媽那些 我覺得其實 OK 最簡單 我們的主題 總結一點 就是主持人或藝人 其實都應該找到自己的性格 對嗎 你叫做找到自己的性格 找到性格 找到性格 潮主這個方向的發展 麻辣的性格 麻辣先生 我們這集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趕著吃飯 趕著吃飯 大家趕著吃飯 好 再見 拜拜